最後呢我們來看的就是 這樣子不通過吧 因為這樣地球 就變沒有生機了嘛 所以我們要來看的是 各位 我們在Photoshop裡面 如果你今天 真的有一個地圖 好把他丟出來 來你看一下 OK就在這裡 那我現在呢你可以看到這個拉出來 塗層在這邊我把這兩個交換一下 地圖拿到下面 請問這樣有沒有被上面這個遮住了 那麼你們有沒有用過混色模式 有吧 對不對 那你應該知道正常的下面就是不正常 所謂的不正常就是他會跟 下面的塗層是不是會做什麼 顏色的混合 所以 你想看看如果剛剛這個塗層 就是現在有勻的 我想要讓他能夠比較好的效果 你看現在滑過去他就馬上把你做的 你覺得哪一個效果比較適合 這個好像還不錯有沒有發現 這個是不是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 這個還不太行 覆蓋不行 柔光不行 這樣有沒有了解 好所以 在這邊Photoshop裡面有的混色模式 我們在A裡面也有喔 我記得我好像上次有講過吧 有嗎你們幫我忘記有沒有講 但是我一定有講過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把它抓起來 我們進到AE這邊 在AE這邊也有這樣的功能 你可以找到這裡 來我這兩個收起來 這個收起來 那 在這邊呢 你跟我們上次 做國家地理頻道一樣 因為在這裡 現在沒有那個選項 所以要麻煩你 按這個地方 把它做一個切換 只要那個選項沒出來就切換 我們國家地理頻道有沒有用過遮罩 對不對 是不是從這裡切 你看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 上次我們用的遮罩 是在後面這一個 那今天要用的 就是在前面這一個 因為混色模式就是它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裡頭髮打開 你在這裡看到的 就跟Photoshop的混色模式 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呢 AE裡面更多 你看 正常就叫Normal 溶解叫Dissolve 變暗叫Duck 色彩真值叫Martiply 加深顏色叫Color分 有沒有然後這個線性加深 顏色加深 變亮 綠色 加亮顏色 加亮顏色好像是 應該不是Squid Squid應該是柔光 Squid是柔光然後Overlay 啊不對 光是Soft Light 然後覆蓋是Overlay 這樣有沒有感覺了 只是英文版的Photoshop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試看看 因為平常都是正常 所以 不會有什麼反應 你看我們把它變成Ed 加亮 有沒有 那個 地球的雲就放上去了 對不對 對不對 當然其實我們真正在做的時候我會把這個 它的轉速跟我們下面地球的轉速稍微調整一下 那這樣就會 有一個比較快 比較慢 兩個就會分開 這樣大概清楚吧 所以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來做 這是給大家 了解一下 當然你也可以試看看不一樣的 Lighten 有沒有 這樣就不太行 對不對 我們剛剛Photoshop那邊其實 你都可以看到它已經有 就是預覽了 比較快 那這邊的話是你要 選 選下去它才會有反應 那如果像這樣 你覺得太多 你可以透過透明度 可不可以再把它調低一點 這樣 我們雲的影響就會比較淡一點 這樣大概了解了 所以這個是 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可以這樣用 那至於我們今天後面沒有提到的 就是那個 還有那個什麼 叫做 星光的 那個我們下次 再來跟各位做介紹就好 OK 這個是 給大家先清楚了解一下 我們 怎麼樣 把 一個平面土 變成真正的立體 好